好老王刚刚看到的是川普的演讲当中提及的可能跟中国之间的金融的工坊 对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有写啊 写说啊这个他看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开始升等啊 也升级到这个晶片战啊 他认为啊接下来在香港这个议题上面 这个川普可能会发动所谓的金融战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白宫啊 他过去啊在这个每年的中期的时候 他2月会制定预算嘛 那7月份会发表一些数据会去做查核 可是现在白宫已经宣布 他将不对这个美国的中期数据啊进行这个宣布 其实这跟那个习近平中国一样嘛 他也不预测这个GDP了嘛 这只要这都是反映到一个过程 就是疫情造成的伤害啊 其实对于政府来说 他就没办法去预测这个模型 到底会伤害到多少 所以干脆就不公布了啊 那接下来重点是刚才看到川普那张谈话 他说我要严查这个中期啊 因为川普的智囊团 他说啊其实在这个欧巴马时代啊 曾经跟中国啊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合约啊 合约就是说中概股到了这个美国上市的时候 不必受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会计审查啦 当然这个我要提醒川普就是说 在中概股这几年啊 来到这个美国挂牌最多的数量 其实就在你上任之后啦 所以其实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啦 对虽然是川普 虽然是有可能是欧巴马签的那个蜜月 但是真的中概股大幅去挂牌 剩下你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认为啊当时 欧巴马当时的副总统是谁 就是拜登嘛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取一个绰号 他们叫BB 就是北京拜登啦 一直就说你就是偏 你就干脆可以灌名了啦 那我们直接往下看下去啊 那中国的数据的话 我们来看 最新公布啊 连续两个月的这个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在下滑 但是值得注意是 他都保持在最新的是50.6嘛 他都保持在50以上 我们说50以上算是一个 农库线还在以上 代表经济是一个扩张的情况 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啊 大家不要单看这个数据 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景气是很好 其实未必啊 因为很多的公司是在 中共的要求 官方要求它复工的嘛 那像这个媒体就写啊 有一家玩具工厂 有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啊 他说订单啊 今年订单比去年啊 少了大概四五成啊 可是我的 我的产业产现 却还可以维持到 去年七八成的产能 那这中间发 这个中间落差 不就是变成扩存吗 所以很多的企业 在中国要求下开工 他不得不要生产 但你会造成一种什么 供过于求的情况 那所以在未来 可能第三季第四季 你会出现的是 要是需求没有一直拉上的话 那可能会有 中国会面临 有一些产业 会面临去库存的问题 然后值得我们注意 那接下来讲香港 因为我们知道 川普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发布的记者会嘛 那这个香港的事件 这个影响 比如说取消特别待遇 那对于这个整个美中台 到底关系影响如何 帮大家做分析一下 第一张图 这是中国过去 这个在出口的贸易 到了那个地点 最终出口站的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名是美国嘛 第二名排名第二是什么 竟然是香港 这就告诉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陆商 在中国陆商 很多地方就透过香港 这个地方就转运的 他就或先运到香港 这个我们上次说 韩国的很多机体 先运到香港 再去做 再进入到深圳 是一模一样道理 所以你说这个中国 香港这个地方 如果特殊的待遇 被取消了 细节当然不知道 如果被取消的话 那这个不管是中国 连自己中国本身的厂商 也会受到波及 因为他可能在运到香港 这个路线会打个问号 他之后要怎么去避免 这个怎么持续去观察 那接下来看右边 这个是中国人 这个到香港去投资的 你可以看到过去几年 占香港的投资比例 其实大概都有六七成左右 这算是非常高的比例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中国人的钱 一直跑到香港去 很简单一个问题 因为在中国 一直被受到严密的监控 他当初我们都知道 香港是一国两制 所以在香港那边 资金是比较透明的 所以中国人就愿意 把很多钱丢到香港 去做杠杆的投资 你要炒股也好 你要去做长钱也好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在这个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这一部分的钱会来 我认为 可能你就会看到很多 这个中国人的资金 到香港这个比例 可能会大幅的缩减 因为大家认为我丢到香港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等于放在我国内一样 所以他可能会往其他地方去跑 这是值得注意的变化 那接下来看台湾的部分 台湾我觉得这个 台湾的政府机关查的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过去 我们就讲到今年就好 今年一到三季 台湾对于香港的出口 就台商出口到香港的货品 大概占了整个台湾出口贸易 12%左右 其实12%对一个香港来说 算非常大了 那这12%台商 接下来就要面临 因为川普已经说 要限制你特殊待遇了 那这12%的台商 我觉得就会冲击到 他未来要怎么去生存 那接下来看一下 香港人最近在做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去年反送中以来 这是他们去申请那种所谓 类似台湾的良民证 因为如果你要移民的话 你要先去申请那个良民证 你可以看到过去 过去几个月 从6月以来 是过去的 过去同一段时间几倍 大概是50%左右 就大增的50% 而且如果你利用Google的 这个搜寻 趋势搜寻 请注意哦 我这个地点不是设定台湾 是设定香港 也就是在香港当地 你去上Google去搜寻的 名词 这个移民台湾这四个字 这个反送中期间 已经稍微上来了 但是还不够多 最近哦 最近几个礼拜是暴增 暴增啊 所以你说香港人最近在干嘛 他也赶快要绕跑 不止资金要跑 人民也要跑 那最后来看一下港股 因为我们知道港股 经过这个港版国安法的 这个冲击之后 在过去两个礼拜是大跌的 它其实跟其他 MACI的相关的指数来说 它的相对跌幅 是创价 近1998年 也就是20年来的新低 不过港股要感谢川普 因为川普这个发表记者会 对香港制裁跟我太软了 所以香港这几天是大涨的 整天是川普也来救香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救香港的还有谁 还有这些IP 我们知道去年港股 其实蛮弱势的时候 港股做了一件事 去把阿里巴巴请回来 IPO挂牌 当时就拯救了港股 那接下来请注意哦 你不觉得中概股 回来上市的这个 跟我们当初预期一样 就回来的速度非常快 网易跟京东连日期都有 上市的话 网易是6月11 要查你就赶快回来 你是在怕什么东西 当然港股 因为有这些大咖回来 也会提升港元需求 所以对于港股战术的hold住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那加龙大哥 本来川普打的贸易战 确实是打乱了美中的分工 刚刚前一段我播陶杰说 所谓全球化 其实美国中国发大财 美国是华尔街这一帮 全球化的核心金融业 发了最大的财 那当然库克拉 这一类的上游业者 科技业者也都发大财 那中国的部分 你会看到非常明显的是 红色权贵跟着发大财 可是这样发完大财之后 全球的贫富差距 都有内部的矛盾 那美国有美国内部 贫富差距的内部矛盾 中国的问题一样严重 而且全新的冷战格局 可能再度左右 全球政治经济的这一个局面 美国对中共不再遮掩 川普在5月29号 那个记者会等于是 展开新冷战的一个宣言 那么在这个新冷战宣言里面 那个他先建立美国内部形成共识 行政部门跟国会有共识 国会里面两党有共识 最后媒体也有共识 那么现在下一步呢 就是要联合围堵 所以他第一步呢 他这个德国不想参加这个G7 然后呢川普就顺便延期 同时呢找了新的四个国家进来 就是俄国 韩国 然后澳洲跟印度 那这恰好就是要围堵 中国的重要的那个国家或地区 然后呢联合围堵的下一个呢 就是他要退 他这一次在对香港问题的记者会上 他首先出的招 竟然不是香港怎么制裁 而是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那这个东西是要 他不是不完世界卫生的这个议题 而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卫生组织 然后呢取代架空 现在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然后呢美国可以真正来主导 然后呢下来一个重点 民主国家可以进来 贵民主国家不能进来 所以中共不能进来 台湾可以进来 然后这样的模式呢 川普在记者会还提到一个国际组织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也这样改造的话 那么就是在美国在进行 它的重建国际秩序 那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同时提升台湾的 国际政治地位跟地缘政治价值 那台湾对美国的意义来讲 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价值 让美国觉得追求它的国家利益 必须同时去保护台湾 扶持台湾 就是两边能够达到利益的一致 那这个点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美国扶持台湾不是光是因为台积电 那这是因为这样子 美国是海权国家 它的国家的那个安全思维 跟陆权国家是不同的 美国是把国防的前线 设在别人家门口 而不是自己家门口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中国的海军突破第一岛链以后 后面是海洋 无险可守 直奔加州外海 所以美国的国防思想是跟我们陆权国家不一样 然后呢 他所以呢 防守台湾就是防守第一岛链 也就是防守美国自己 美国是很现实的 没有错 他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没有错 问题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要好发现台湾是他需要保护的地方 好 那么 这个问题呢 就说不只是台积电的原因是因为 台湾同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很重要 如果美国失去对台湾的掌控的话 那日本南方国防前线破一个大洞怎么办 那日本几乎只有冲整军备 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是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或者阻止日本修宪走独立自主国防 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了 纳粹德国没有打到美国领土 苏联没有打到美国领土 只有军国主义的日本曾经打到美国领土 所以美国看管日本是很重要的国家利益 而为了这一点 他必须也去看管 那个掌控台湾 不能把台湾搞丢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新冷战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除了我们提到的科技战以外 就是金融战很重要 乡龙大哥刚刚讲到 港币跟香港 能然是这一次美中工房金融战 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 你还 对 新冷战的一个重要层面是金融战 金融战的一个重要地区就是香港 那么香港呢 金融功能很多了 我们就讲几个重要的 将来美中的交手 港币跟美元的联系汇率 到底要不要维持 能不能维持下去 要不要脱钩 这个脱钩的话问题相当严重 到时候 一脱钩以后 人民币就跳水了 再来美国是否对中国银行 启动金融制裁 就是不让中国银行来乘坐 美元的结算交易 这个我们之前节目上有谈到了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是不是对中共的高官 海外家族资产进行冻结 再来呢 人民币的贬值问题 然后呢 最后还一个就是 疫情之下的索赔 是庞大天文数字 那个索赔下来的话 等于也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金融的那个核弹 然后呢 我们说香港的问题呢 习近平有一个可能的安排 就是成立第五个直辖市 把深圳并进来 然后呢 澳门珠海也并进来 成立一个大香港 这样的话 两千万人口 可以成为一个直辖市 那这个就是完成 一国一制的改造 这样子的话 香港改用人民币 不用再发行港币 那么香港的外费储备资产 就变成来支持人民币 那这个统一由中央来管理运用 等于变相的大陆 把香港的外费储备吃掉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肯定下降 它的法制受到动摇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它是不是提供台北新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的话 台北要争取香港的金融人才 过来的话 要争取国际金融机构 来台湾设点 所以台湾的那个税制改革 要降低来争取这一点 那同一时间 这个月中 也因为美中关系的变化 那今年的政治跟经济的局势 特别复杂 那疫情过后更鲜明的是 昨天美国股市又创 这一个疫情过后的波段新高 那科技股也创新高 台湾今天早上 也是来到波段新高 而且这里头非常明显 整个地球上就是这样 强者很强 那个强者可以是强国 强国很强 也可以是强的产业很强 也可以是强的企业很强 也可以是强的有钱人 他财富创新高 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中产阶级平权化 甚至或这个在美国 你看到4000万的失业人口 你看到很多这个黑人的暴动当中 确实失业跟经济 跟民生的压力很大 所以那个强者很强的全球的趋势 非常的鲜明 确实在经济市场这种肉搏战之下 真的永远都是强者很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 这样子疫情反弹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疫情越和缓的 然后再加上你的政治越稳定 各方面越稳定 你表现就好 比如说最明显的 我们这一波就从股市的 3月23号最低点来看 你看到道琼涨了4成多了 台股涨了25% 可是相较之下中国上证10%都不到 好 如果我们再看到 所以全世界这一波领涨的是美国 是倒球 对 没错 好 所以这真的很明显 我们再看到个别的企业的波 我们先看台湾的企业 我们这一波 这个整个疫情之后 再加上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制裁之后 台湾的很多科技业开始得利 你看到一样我们是从低点开始算起 尤其你看到最近这个股票 一路往上涨的这几家公司 你看到联发科 大家去对比 因为这都是今年以来走势 是不是现在都比过去还要来得高了 所以你看到联发科这一波涨了70几% 然后凯胜 这个合作的子公司涨了50几% 世新甚至涨了一倍以上 那双红做散热模组的也有将近70% 不止台湾 美国当然也是一样 你看到美国打华为 打中国的这些资讯公司 你看到这里面几家公司 左上角的这个高通 你看涨了40几% 右边的这个麦威尔它也是做晶片的IC设计的 你看到它就涨了110% 然后在右下角的这个心思科技 它是做这个相关的 自动化软体的部分 然后AI软体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这个斯嘉逊 都是这些这一波美国打中国得力的这些厂商 你看美国都涨这么多 那再过来我们看到华为自己本身 那华为这一波就真的是惨了 你看到 它手机的销售创新低 这前五大的公司里面 它衰退是最多的 衰退27%多 全世界是衰退20% 但是它衰退最多 那再对比 这三大的资讯科技公司的财报 你看到 营收来说大概还没有差很多 可是获利的部分就很明显了 你看获利的部分 华为的衰退是最多 达到7.5% 那苹果才2.6%而已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所以华为现在呢 它当然想办法突破 你美国一直要封杀我嘛 那我怎么办呢 我们看华为第一个备货 可是备货只能备那些没有时效性的 譬如说D-Line 哪一些银组件没有时效性 可是有时效性的 像今天我就要抢新抢快 可是美国封杀我怎么办 所以它现在只好采用非客制化的 也就是说我做出来一个公版 谁要用都可以拿去用 因为美国这一波是封杀客制化的 所以你看哦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联发科 华为最新5月24号才新上市的手机 叫做畅想Z 它就是使用华为的天玑800的晶片 它在官网都已经po出来 之前都传言 现在已经是正式发行了 那甚至它 那你说这个畅想 它还不是它的主流手机 那像P50现在传言 甚至可能回过去用高通的晶片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大概就要找人帮忙了 第一个他想说找到韩国的公司来帮忙 甚至已经韩国媒体都说 华为已经派人到那边去看谁可以帮我了 那这是第一个 再来 华为自己当初想说 我不能跟台积类下单 那一定想到跟中兴 可是中兴也有跳出来说 我不要做你的生意了 到时候我又被美国封杀我假摔了 可是华为说 那我把你买下来 我把你中兴买下来 那买中兴也就算了 现在有另外一个更劲爆的 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他有可能要买三星 买三星就夸张 但不是把整个三星买下来 而是三星的这个金元代工 因为我们知道 三星一直要追台积电 一直都追不过 你看他这两天就说 他一直砸钱 问题是钱坑啊 所以就有传言说 三星有可能不玩了 第一个我不玩 我可以把之前那个烫手山鱼 就丢给你 第二个 正好你中国现在需要 我就丢这个场给你嘛 我帮你中国解决当前的困境 那再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萨德飞弹 让中韩关系很差 他这个又把球做给韩国政府 一石三鳥 所以有这个传言传言 但还未经正事 这个局势有可能发生了 对非常有可能 但是美国也不是吃素的 美国会不会出来挡 也不知道 当然当然 那再来日本更夸张 日本是自己跳出来说 我可以帮你中国耶 其他都是中国华为 自己去找人家 日本居然自己 你看日经新闻说 没有问题 我们除了那个光刻机 做不出来以外 美国能做的 所有的半老体设备 晶片 我们通通都有 我可以提供你 哇 这是一个 也是蛮劲爆的事情 那当然 也有媒体提到 那最差的情况之下 如果华为全面被封杀 他还有什么 专利权可以收钱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一波 大家也关注到港澳的情况 那当然这现在经济数据出来 也先看到澳门 他的这个赌博收入 五月份衰退93% 你以为是最差吗 没有 四月份衰退97% 几乎都是躺平的嘛 而且已经连续八个月 所以澳门第一季GDP是衰退48.7% 几乎就是腰斩 那香港呢 也连续八个月的零售业是衰退的 四月份衰退36% 比三月份好一点 三月是衰退44% 但是基本上港澳地区都非常的惨 好我们稍后回来 老王昨天道琼创下这一个 疫情过后的反弹波段新高 可是呢 白宫事实上呢 也放出了风向 很有可能全面的去美元化 那特别是对中国 如果进行了这个金融核弹 那去美元化的话 断了中国的美元的来源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新一轮的货币跟金融的战争 对 其实这个消息是兰华早报 这是中共那边传出来 他一个中共当地的官员 他说这个美国可能会使出最后大绝招 就是怎样切断你整个这个美元结算的系统 不过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全球现在结算 都现在会有这个想法 原因是因为全球都受制在美元的结算 所以如果真的这样做下去的话 那中国当然这很多货币流不出去 没有办法做这个结算动作的话 对于中国产生非常大制裁 可是大家想清楚 这个美国 中国拥有美国非常大非常多国债 而且现在美国一直在发债 他靠谁来买 还是得靠中国来买单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不太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他会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中国现在在积极研发 他自己的数位货币 为的就是怎样 为的就是要壮大自己人民币的体系 如果你真的把它排除 我觉得对于中国一定会受伤 很大伤害 但美国你要想想 那个万一中国这个 他就自己干脆我就自己用人民币 你跟我做生意都用人民币的话 他反而会培养中国 成为另一个人民币的系统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裁是不太可能的 那这是中国官员讲的话 那我们往下看下去 美国他要筹组一个国家队 这个是正在做的事情 与其制裁 我们看到川普对于这个 中国对于香港国安法的这个制裁 其实雷胜大有点小 可是他在做什么事 是真的有在做 是说他在筹组这个半导体的联盟 我们知道他把台积电挖过去那边设厂 另外他也拨了370亿的美元 要在美国再设一间的晶圆厂 同时一间晶圆厂 同时也花了很多预算 补助给各州 你能够挖多少半导体的公司 来就过来 所以我们上过去讲过 美国现在就是把focus 在科技这边 把半导体当做第一优先 因为他也看到中国 中国就一直告诉你 我要发展中国新了嘛 那他看到中国新的崛起之后 他发现全世界最重要的台积电 居然也不是我们美国的厂商嘛 所以他这时候 赶快把台积电抓过去 他要建立一些半导体的产业链 那再来讲这个中国方面的动作 中国因为之前有这个 5月15号有这个禁令 华为被人家管控 不管你的设备 技术来自美国的话 你都不准 你要出货给华为 出货给中国厂商 都必须经过的同意 那华为怎么做呢 华为就到处找人嘛 看我不能绕道嘛 那如果我不能直接找代工生产 那我通过IC设计 然后再切到你这个代工 过一条路嘛 结果好像也不行 因为我们昨天有这个日经 这个日本媒体 有发一篇新闻说 这个联发科 接到华为的大单 联发科罕见 在盘中就跳出来沉浸 他说不排除喊告 就说我没有 他说我没有 我没有接到很多的短单 你要更正 你看所以会想 这其实我们从某一个层面的解释 就是说 谁跟华为站上边谁倒霉 一般上市公司听到 接到大单都很高兴 没有要告人 因为昨天联发科 一般上市公司都是 新闻说砍单 就是说某个大客户砍他单 然后他就说要告人 可是联发科 有个新闻说 接华为大单 他就说要告人 对对 关键讲得很对 而且昨天联发科 开盘就涨7个percent 工资就在盘中 就跳出来讲 所以他是很不想 跟这个华为 因为主要 我们知道 每个企业还是以和为贵 尤其是美国 这么强大制裁 我当然是 生意都能做最好 所以这个是 他昨天特别 出来曾经的一件事情 那不只是他 很多厂商也是这样 我们要提醒一件事 中芯 现在人家探讨的是 中芯国际 就美国这半导体厂 这代工厂 他到底他的设备 有没有用到美国 基本上一定是有 所以之前就有人 在写一篇文章 就说你中芯国际 你的技术也来自美国 你的这个设备 也来自美国 结果当天中芯国际 就大抵 跟公司好像跳出来说 这个都乱写的 但是你要注意 未来如果这个城镇的话 连中芯里都不能接 华为订单 所以我们往下继续看下去 过去我们在中芯通讯的部分 我们知道中芯通讯 在2018年被美国制裁 当时是因为 他在先前的时候 因为这个出货给伊朗 违反他的这个协议 可是你可以看到 2018年他营收往下掉之后 2019年就回复了 应该这是他获利的部分 2018年也大亏 可是2019年又跳起来 所以2018年来 这中芯被受到制裁 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而且他被罚了几亿 最后是以10亿美元和解 所以他最终被迫还是得和解 那我们就看华为的发展 华为你真的要解脱这个困境的话 你也就只能朝向和解去走 那为什么说中芯最近会反弹上来 中芯最近会强大上来 你看这张 左边这张密密麻麻 就是中芯在2017年密集的 这个当时去密集申请 5G的专利的技术 他在中国的排行 如果说他第二的话 大概也没有敢说第一 所以他专利权在5G部分 是非常多的 那也因为这么多的话 他在做这个通信设备 你可以看到 在全球目前的市占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几个是重要通信设备的大厂 不管是这个艾力性也好 还是这个Nokia 它的曲线都是往下 市占率都往下 可是你看到华为 是不是一路飙升 中芯通讯在最近这一年中 也开始崛起来 所以川普现在只看到华为 第一名的华为 他打华为很正常 如果中芯再起来的话 你们要注意 华为是不是把目标 再拓散到其他中国的企业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中芯国际 两个都中芯 但那个芯不一样 这个中芯国际是半导体 晶圆代工的盘好 我们看第一季 我帮大家最近资料 第一名当然是台积电 成长 年成长 年增率有四成左右 其他公司大多都是成长 这就反映在各关节 刚刚一台提到 为什么美股可以创新高 为什么全球 很多股市的创新 因为其实半导体 营收表现得非常好 那再来看 全球晶圆的四占比例 台积电当然是 独霸一方 再是三星 可是你可以看到 注意中芯国际 已经慢慢追上来了 距离联电 也只差大概3%左右 所以中芯国际 在慢慢壮大 那中芯国际壮大的原因在哪 当然是来自于华为转单 来自于中国厂商的去美化 这张表格来说明 我们看到2019年 这个重要的奈米的贡献 就是主要的应用 其实还在20奈米 到10奈米左右 到了2023年 才会在10奈米以下 那刚好这个中芯 中芯国际 这个半导体的厂商 它目前就只能做 在这边就可以做到14奈米 所以它先进制程 虽然没有赢过台积电 没有赢过三星 可是它光靠14奈米 就够吃了 吃华为那些比较 比较低阶的产品 然后一些网路设备 晶片基地台的都还可以 但是华为最重要的 高阶晶片呢 你要想办法 你还是好像 你只能透过台积电 最后来看一下 中芯国际重点 就是它现在已经宣布 它要回到A股挂牌 我们之前就有看到 中国政府给了 这个中芯 中芯国际多少钱 22.5亿 就是它赞助它的 因为就是要扶植产业 扶植中国新嘛 那它现在要回到科创版 为什么要回到科创版挂牌 这张图是这个上证 然后跟这个香港股市的 本益比 你可以发现很明显 从2015年以来 上证股市的本益比 都明显比较高 所以中芯国际 如果回到这个A股去挂牌 它回到科创版 回到科创版去挂牌的话 当然对它股价就有影响 自然就可以筹到更多钱 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中芯国际最近的营收 营收的话是持续往上 你再看一下 它对第二季的展望 第二季展望大概成长 3到5个percent 显然它对于它这个去美化 它是标准的受惠股 再来看到获利的部分 上面那个框起来 是营收成长的部分 是大成长 获利成长更多 对比从前2019的Q1 它成长了4倍 那其实这都是标准 受惠去美化 所以我有个结论 好像被美国打到的厂商 他们都会吓到 然后就力求自己更生 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 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请教一下加龙大哥 另外一方面 美中脱钩的同时 使得中国的世界工厂的角色不在 外销的产业 过去的这个订单 也跟着锐剪 那中国内部事实上 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 也都陷入恶化的处境 我们注意到 经济与政治的逻辑 是互相渗透的 其中交汇点 就是国家财政能力 那我们观察这个东西 从香港来开始讲起 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 目前好像是 打击现况的一个 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说它是最后一根稻草 它实际上 表面上就是想把香港内地化 变成一国一制那样子 目的之一 这边有两个目的 我们讲 第一个目的 是原来中国大陆的 很多官员的贪污的钱 洗到香港 藏到香港 甚至于再透过香港 洗到国外去 那么第二个呢 它是希望把香港的外汇储备 能够收归中央来统一运用 那么这个都是 都在补中央财政的缺口 所以呢 这个紧迫感越来越高 才会搞出一个 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 就是要把手伸进香港 那么这个反映 中国财政压力的恶化呢 我们看到它的财政压力 那个保险基金的预算呢 今年算是2013年来 首次出现亏损 缺口是5000亿 然后呢 税收的跟非税收的财政收入 都出现互成长 然后呢 这个地方财政 有一个重要的来源 就是卖土地 现在在土地出浪的收入 也开始减少 那么这些都意味着 国家财政的确紧迫感 越来越高 那么现在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引申出一个问题 就是房地产事业的破产 现在也爆发出来 表示他们的资金也干掉了 那么从中国财政压力的 这个恶化 我们接下去 要做一个历史上的视野 就是苏联怎么解体的呢 苏联的解体 难道是他没有枪杆子吗 毛泽东说枪杆子出政权 难道苏联是被打败的吗 或不是 苏联是因为财政撑不下去 在那个时候 郭巴契夫跟俄罗斯 叶尔卿借钱 来付中央公务人员的薪水 大概两三个礼拜后 撑不下去就解体 宣布解体 所以我们去看他的那个 重要的财政压力的原因 第一个是军备竞赛 每一个那个时候 跟他军备竞赛的结果 的确有起到 拖垮苏联财政的这个效果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苏联那时候 石油收入是一个重点 结果呢 那个时候 美国让沙迪阿拉伯 石油增产 每天从200万桶增产到1000万桶 油价打到10美元 那苏联的财 卖油收入就锐减 这两个因素呢 对苏联的财政压力来讲 有很大的贡献 那美国套用一样的思考 中国的收入 哪里呢 那个贸易孙态来自制造业出口 所以呢 关税加下去 所以呢 那个限制他的很多 技术的取得途径 甚至于取得资金的途径 也要把他那个拿掉等等 这个都是在攻击 他的财政能力 国家财政能力 那么国家财政能力的 那个问题呢 就会联系到香港 因为以前从香港借钱 来做融资 那么是不是会拿危机 来制造一场转机呢 那么我们发现 香港有很大的一个 华尔街的利益在这里 香港的那个金融从业人员 美国的那个企业家 在这边有1300家 人员大概是8万5000人 当然也包括很多 是属于情报人员 那如果中共透过国家安全法 把手伸进来 那么将来呢 这些情报人员 会不会变成间谍逮捕 来跟美国做人质交换 这个都很有可能性 然后呢 这些美国跑不掉的资金 是不是也会变成 中共手上的人质呢 这个也有可能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香港这个泡沫破掉 柔市房股市等等 然后呢 这个金融危机风暴 不是人传人 而是市场穿市场 纽约伦敦的市场 也会感受到这个 泡沫破掉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就变成说 如果香港这边 说不定会形成一个金融风暴 来把大家拉下水 就是你们要对我索赔 要把我的财政拖垮 那我说不定缓过来 好我不行了 大家一起下水 那么最后一个东西 他现在提到说 要用海南岛来取代香港 这是一个很有 就是有点方妙的提法啦 为什么 因为2002年 就是说要上海来取代香港 后来说深圳要来取代香港 后来对前一阵子又说 澳门可以来取代香港 那么现在要搞一个 海南岛取代香港 我只要让大家 想起习近平 雄途大略的一句话 就知道了 他说要雄安特区 是千年大计 然后最后来不了了之 无疾而终 所以对习近平 提出来的伟大构想 我们看看就好 老王刚刚看到的是 班农的解读 美中的战争 其实是超级的 黑科技的战争 他把它定义成第四次的工业战争 科技既是国防安全 也是产业 也是经济 那当然也是霸权强权的核心 这一次事实上 商务部是一连串的封杀 各种中国科技公司 对我们要知道 打战争就要一连串的配套嘛 那即便军事战争是这样 科技战争也是一样嘛 你必须要先限制它嘛 限制它之后 把它削弱之后 我再来跟你打仗 这样我的优势才会扩大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华为 采用禁令 在这一两个礼拜 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激进 最早我们是5月15号 他说你只要用到 美国的这个技术 用到美国的设备 你要出货给华为呢 就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但是后来想一想 可能还有点漏洞 现在传出来最新的5月21号 他说只要是出货 给华为的任何的晶片商 都必须经过我的管制 这就直接更压缩你 跟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记忆体晶片有关系 那这最后现在传出最新的 刚才创教哥也提到 就是美国针对33下中国企业 列入所谓的贸易黑名单 事实上我们知道去年 中国就列入很多贸易黑名单 尤其像这种监视的 比如说去年的海康威视 那在今年这一连串 比如说75360等等 刚才关姐讲 他针对这种海量数据 AI变识 像AI变识 像叶从科技 这就是做AI很有名的 所以他针对这些 因为他担心你 这些企业会害到 我的美国的资安库 来窃取我重要的国防机密 我要打仗之前 我不能让你现在破坏我 所以先做这些事情 那被封杀这些企业要怎么办 这些企业你就不能 再跟美国厂商做生意了 那接下来就会小心 那华为其实早就是 被封杀的议员 那华为在被封杀之后 他为了怕这个禁令 持续的扩大 华为现在在做什么 左边有了这些供应商 赶快跟他下大订单 人做多少人你就赶给我 我赶快先存货起来 来跟你打一个长期抗战 那问题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他这个市场传闻 他要传这个转单给联发科 那我们知道联发科在上礼拜 就传出美国要 对你这个晶片 关于这个设备 你用美国设备 要出货管制的时候 联发科隔天是直接掌停板的 市场就去谣传说会下订单 可是你要想 这是想象的行为嘛 那实际呢 他要下跟过去几年来 三倍单多了三倍 联发科要怎么接 所以我们常常说 要看一家公司 要看他资本支出 就是说他如果没有 先做好资本支出 没有厂房 没有设备 没有产线 没有产能的话 你下十倍单 我也生不出来 对所以有些公司 常常跟你马屁说 我什么做这样 我要接多少订单 他资本支出根本是零 你怎么说 可是联发科他是有资本 问题是 你能不能附和这么大的订单 联发科现在听说传言 还在思考当中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止这样 他也去要求 这些三星跟海力士 这个每年 每年华为下给他 这个十兆 十兆的韩币 就跟他要求 这些十兆韩币 韩元 去跟他要求说 这个他的订单 那接下来就跟他要求 他在中国 他找中国在相关的 这些厂商 跟他讲说 你要告诉我 你要稳定的供货 你不能断货 其实目前 这个川普的禁令 有点问题 就是他这个 记忆体晶片这个地方 像是三星跟海力士 这个地方是还管不到的 也就是说 华为很聪明 趁你还管不到的时候 先巩固你的温馨 先把货交给我 之后我还可以抗战 就还比较可以拉长期 那最近又传出一个消息 像这个台积电的法务长 这他过去 曾经当做长期 当做法务长 这个杜忠佑博士 杜忠佑博士 他就说 他说其实台积电 张忠谋 早在15年前 就曾经要到美国去设厂了 那当时 可是当时 当时美国的白宫 把台湾认为 就是根本就是 当是中国的同路人 当时 所以他认为 他一天过去 会有窃取 他们IBM的技术 其实15年前 的确 我们这个技术 还在伯仲之间 台积电这几年 表现得非常好 可是在15年前 那个时空背景下 就15年过后 我们台积电不一样 台湾之光 反而是美国 川普邀请 带托我们过去 因为他有讲 会设厂在亚利桑拉州 在亚利桑拉州 这个地方 很奇怪 因为美国有很多地方 不管是资源也好 或是技术也好 都比这个地方 能够提供更好 更多的环境 为什么 台积电要去 这个地方设厂 他认为背后 有一定的政治因素 他认为这个白宫 还是有比较照顾 共和党州 就是说有好料 有好货 好案子 先优先给 共和党州 或者某一些摇摆州 可能影响到 川普的这一个选举 老王刚刚看到 是美国内部讨论 究竟这一次 如何处理 制裁中国的部分 有各式各样的观点 跟说法 那其中一个 外界观察的核心 是这个香港的 优惠的关税 跟港币 还有美元的挂钩 对这个香港 最近这几天 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当然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本国的银行 或本国企业 在香港曝险的部分 我们这一张 是从中央银行 网站抓下来的 这是到去年年底 最新的 本国银行 在外国的债权的部位 你可以看那个金额 在香港的部分 第一名当然是在美国 第二名是中国 接下来看到 第四名的话 就是我们香港 是总共357亿美元 非常多一个部位 那你如果我念到这里 你们观众朋友 你们感觉到什么 就是说这一次疫情 爆发的美国 尊重的最严重 我们刚好都是前两名 我们的铺险比较多的 接下来如果香港 这个地方 如果又产生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资金的外逃的话 或是资金 这金融的动荡的话 我觉得我们今年台湾的银行 算是比较辛苦的一年 因为你看上面 这个有被疫情冲击的 美国跟中国 又有这个国安法的 这个香港 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的 台资银行来说 如果你从这样看 当然我们会比较担心 不过你看 接着看下一个数据 好 350多亿美金 大概合台币是 一兆台币 对 那你如果看下面这个 就是 其实好像我们国营的 这个 这个应变能力 蛮不错的 去年我们知道 香港爆发反重中 对不对 可是在整个国营海外 所有各个国家的 获利情况 居然香港是赚最多 因为很多金控公司 有香港分公司 还有香港的证券商 还有香港有一些 这个部位 甚至有一些人 自营操作的很不错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很多国营 根据这样的分析 有些分析师认为 因为我们的国营 很多不是锁定 他们的自然人 都是锁定大户 那么对于大户的操作 来说是非常好的 技巧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国营反正在香港的 获利是 所以你说香港 到底是我们 对我们国营来说 你从这张表 你就知道它是个金鸡母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 出现一个比较 甚至比去年 那个反重中动荡更大 因为这是可能会 如果是国安法下去的话 可能会让外资有撤离 或者是很多大户 可能急着真的要走的话 那这个香港地方的话 那对国营 当然就会比较有伤害 所以这值得 我们持续去观察 那接下来往下面看 台股 刚才是金融 现在这是银行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统计是 台股的上市公司 有转投资香港的 总共香港的子公司 910家 不是台股的910家 是台股转投资 香港的子公司 一共有910家 我打个拆 这个光上市 没有算上规 也没有算未上市上规 就很多了嘛 所以就是说香港 你看那不管是我们国营的部位 还是这个上市的公司 在那边有团投资的子公司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是有赚钱 就如同刚才那张国营 在那边的获利 你可以看到过去 它原始投资金额 大概8700多亿 可是到目前账上 已经1.7兆 就显然是赚很多 可是未回来的现金 我是要跟大家讲 未回来的部分 有挂挂8700多亿 那这些就是我们注意的嘛 我记得上礼拜五 王道大哥提到资金 台湾能不能把香港资金 我们就先吸收 这些台股上市公司的基金就好 你这些资金你还没汇回来 你这个过去的获利 所以光台湾的上市公司 在香港的子公司 就有8000多亿 现在放在香港 获利没有汇回来的 对 没错 那这些如果 中港发生一点动荡 这些如果汇回来 对台湾是活水啊 也许对股市也是活水 但重点你要汇回来嘛 那我是比较担心说 你现在如果不会 你到时候要汇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接下来看 那我们看到 反送中去年这个事件 到底对整个香港 跟台湾之间有没有影响 这是经济日报的资料 去年香港 在过去来台湾投资的建树 你可以发现在2019年 是年增率是暴增87% 大概6亿多的美元的金额 这非常多 那最简单就是反送中嘛 因为大家觉得香港不能投资 结果想反送中 过去几个月 是不是一到三月 是比较平和一点 你可以看到 那个香港来台湾投资 就大减 但是现在又爆发 这个国安法的话 那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 可能香港又要再过来台湾投资了 所以这是非常有牵动的 那再看人数也是 来台居游的许可人数 暴冲 2019暴冲 那也一样嘛 因为香港那边 他们不想住了嘛 就回来这边嘛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趋势 所以还是呼应 汪汪大哥上礼拜五 台湾政府如何把这些 香港要来的资金跟人 做个留守 那看这个美元对港币的部分 比较纳闷 你可以看到 去年反送中最激烈的时候 其实港币是大贬值的啦 后来随着反送中告一段落的时候 港币出现了这几年来 很难的现象强升哦 大升 那人家就觉得奇怪 其实你香港政经不是在动荡吗 为什么你港币可以这样强势生子 我跟大家讲 那是因为这个香港跟美国利差关系 变大幅的扩大 也就是说造成很多法人机构会怎样 会这个借美元来买港元 赚利差套利 所以他不是这些资金去看好 香港未来发展 你要小心这些大物质去做套利 那万一我们是错一张 这个香港的金融银行结语 这个金融银行结语 你可以看到长期走势 2018年是一路往下 这代表资金其实是外逃现象 如果哪天你看到港币 突然的又回到大扁的话 那就代表真的新的一波资金出走逃 已经到来 这代表资金出走逃